人生有高峰也有低谷 但是人生有了它 就必定有祝福 人生万变 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生逢战乱 经常担惊手帕 判军啊抢盗啊这场场有 十岁的时候爸爸因病去世之后 我大哥就去世了 我大嫂也去世了 留下五个的孩子 我妈妈原来就是寡妇嘛 现在又要带五个孙子 为了供养家人 被迫放弃生学的理想 从事玉石生意 会壮琴的做玉石生意 你买十万钱的 可以一毛钱也不值得 最后他成为孤儿院的创办人 把他的家重新修理 他的骨仓什么都给孩子睡到满满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 那个父母般的那种爱 这里是缅甸东北部善邦的首府 拉虚 拉虚是缅北地区 政治文化经济交通和军事的中心 是缅甸其中一个重要的城市 这个城市人口有十四万 其中包括缅族人印度人中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整个拉虚信 他华人就有百分之五十还要抢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跟中国很靠近 因此元朗人就很容易过来 特别是中国有内战的时候 他就跑到这里就很多了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背景 其实都是这样的四五十年前 五六十年前都是逃过来的 蛮多的 扎天儒是在六十年前 国共内战的时候由中国去到缅甸 当时他只有一岁 扎天儒一家为了逃避战火 就居住在中缅边界的山区 我们在中国的所有的东西都丢了 那我们来到外面还碰到抢盗 所以把我爸爸的东西全部抢光了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在山上是 我们是做农冲的生活 我们是做农民 我们是在中米边界 很多打仗的你知道吗 就是常常就是叛军啊 抢盗啊这些常常有 我们都是要躲伤的跑来跑去的 我记得有一次 在我们的村子里头呢 有一些的叛军呢 来在我们村子里头 那突然间呢 我们的那个村子外边呢 那个军人就来了 那军人来的时候呢 在我们村子里头的这些叛军呢 他们就跑掉了嘛 那跑到很远的地方呢 他们还打几枪呢 那这些后面的这些军人呢 听到枪声响呢 他都不管你什么了 他们就更打枪了 你知道吗 哇那年轻的时候 听到呢 到处打枪 到处打枪 怕得要死 我们就跑到家里头 那我们家人呢 就是告诉我们说 睡起来睡起来 就蹲在那个家里头 就在这一段动荡的日子 扎天如的爸爸相信了耶稣 而且带领全家人归信基督教 一个星期之后 爸爸因为长期生活在压力下 积劳成疾 加上没钱看病 最后离开了世界 留下太太和六个孩子 就因着妈妈的这个信心 靠着这个不改变的耶稣呢 我们就是一光一光地这样过来 那我爸爸去世的时候 就告诉我妈妈说 我是最小的男的 我最小 我最小的儿子呢 今后你怎么困难 也让他有点书可以等吧 所以我妈妈呢 就死死我爸爸的那个挪影 我妈妈不识字 可是她觉得读书很重要 她就让我有读书的机会 扎天如不负爸爸的遗愿 努力读书 结果顺利完成初中课程 在我们那个时代啊 初中比一年 是像现在大学一样啊 有没有再高的学历了 在明天 那就有人呢 就想说啊 这个年轻人呢 可以保送他去读神学 可是在这一年里头啊 我大哥就去世了 我大嫂也去世了 留下五个的孩子 我妈妈原来就是寡妇嘛 现在又要带五个孙子 你知道 我大哥的孩子啊 那这时候呢 我就走进商场了 为了供养家人 有些时候啊 那些生意朋友啊 他要你去 那个 舞厅的啦 他要你 要你去 喝酒啦 他是感谢天父 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呢 上帝仍然让我 坚持我的信仰 虽然胜过各种诱惑 但是扎天如却忘记了 当初要进入神学院进修的理想 做这行生意呢 很受人欢迎的 那 我们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呢 那时候啊 我已经买到一辆 日本厨的那个 都有的 私人价的 好 那是 那时候是 算是 嗯 了不起的啦 那你就轻轻啊 坐着玉石老板啊 啊 驾车啦 家也怎么啦 那慢慢呢 就会 想往这个无职的生活 比较多了 可是一天晚上呢 我们群家一起在吃饭 你知道吗 还身体好好在吃饭 吃饭的时候呢 突然间呢 我的胃呢 非常的痛 衣服啊 全部都流汗了嘛 头流汗了 什么都要昏过去了 那结果呢 就家人就把我送到医院里头 那他们送我去医院里头的时候呢 已经想昏过去了 啊 那肚子就站起来了 蹦蹦 站起来 那结果马上呢 就照了一个 X光 那发现呢 我的胃疮空了 啊 胃痛了 不行了 那时候我就昏过去了 那就是要把它开刀 然后要把痛的地方再自补起来 这样 在这么一个紧陋的小城市里头 哎呀 经过死因的幽谷 那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呢 知道是这么一个隐重的过程 那我就想到了 忍若壮大群世界 陪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移出 那这时候呢 我就把我还有一个妹子嘛 我就把我妹子叫来 我说 如果上帝可领我 我这一次能够平安的 除这个医院门回家的话 我生意全部放下不做了 我要专心出来 服侍上帝 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 所有的那个手续 好像某某朋友那边有多少钱 那里有多少金费 那里有什么 他认为 他认为上帝要叫他去 他到这个地步了 这所孤儿院是扎天如创办的 那这个呢是朗生的宿舍 楼上是朗生的宿舍 扎天如履行了当年他对神的承诺 孩子们好乱啊你们啊 哎呀 放假了他们跑回去 有几个还躲在这里 当他未病痊愈之后 就去到神学院进修 这也是宿舍啊 今天我们的宿舍不够 所以那个那个 进一个那个 临时要进的 这是我们老师跟孩子们进的 今天扎天如已经是一位牧师 也是孤儿院的院长 我们这里孤儿院呢 就是让他们像家一样 让他们在这里吃 这里睡 然后在这里做礼拜 在这里温习功课 然后在这里补习 那我们这里的孩子呢 全部要到外面去读书的 那么当然我们就是 是以收孤儿为主 那我们收孤儿呢 都是有分两种的 一种呢 就是父母亲全部都不在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收一个寡妇 她带领四个五个的孩子 蛮多的 这里乡村里头 她不懂得结语嘛 一个光夫一个寡妇 那就带着三个五个孩子 就很平常 所以我们就替她收一个和两个 那我们就选他们的中心 能够会读书的 将来她爸爸和妈妈 能够依靠的这一种 她是很可靠的一个人 她可靠是 很多是因为她自己的信仰 她也就把圣经的教导 牢牢记在心里也活出来 所以她有这样的基础 做出来就第一 第一 有那个长期的很久的那个精神 第二她有那些智慧 有那个能力来办这件事 跟扎牧师一起管理孤儿院的 还有她的太太 其实扎师母在未结婚之前 也有收养孤儿的经验 那个小孩也不小了 当时已经九岁了 接来了以后慢慢带她 带她慢慢的扫扫地下 给她做一些事情 供她读书 那我又觉得 原来神在那段时间 也在预备自己 做孤儿的事工 那当然我们家本身自己也是 小小就失去爸爸 我觉得神一路上都在预备我 关于做孤儿院的事情 那我的心 从经过了祷告以后 神也有印证 让你自己知道 那反而做孤儿院的工作 好像神有预备心 祂牧师有预备心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 每次交谈的时候 她有负担 我也有负担 我们两个负担 反而是一样的 因为可能她的背景 跟她的背景中小也 没有爸爸 也是同个感受 扎张茂兰师母 是在当年扎姆斯 到泰国做生意的时候认识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 扎姆斯决定由缅甸飞到泰国 向她表达心意 张茂兰虽然在缅甸出生 但是不久因为战乱逃到泰国 失去公民身份 所以扎姆斯就为她预备了一份 很特别的礼物 我就从我的口袋里头 你知道吧 口袋里头 我就掏出一个东西来 因为茂兰原来是在缅甸生长的 我就找到她生长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移民旧的那个证据 我就 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 我就在那里做到一个身份证 你知道吧 我就做 她带了 因为她带了一个交聘 我就拿她的交聘 就做了一个找到那个活法的啊 做了一个身份证 当然花了一些钱 她就拿了一个身份证给我 她说我们两个做朋友一场 这是我的见面礼 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 虽然这个婚姻事不成 可是这个公民制 缅甸的公民制 你要回来缅甸做宣教 你也可以用 就给我那个公民制 我吓到了 我觉得这个男孩子 跟别的男孩子不一样 你就是她的那种态度很诚 很 就介密的时候就交给她 这是我们认识 做朋友的一个礼物 我们婚姻诚不诚密关系 这个你做纪念 哇她拿到那个 她乃杰那个身份证的时候 她手在咬啊 你知道 她手在忙 她就是好像要肯定 上帝要为我们预备大家 良缘天赐 扎天如和张茂兰 在1990年结成夫妇 一年之后 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家收容孤儿 树木由最初的四个 慢慢增加到48个 查牧师就带着那些孩子 把她的家重新修理 她的骨仓什么都给孩子睡到满满 在这个经历里面 当时没有人支持啊 就靠以前查牧师做生意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积蓄 那她后面有一块天 一个水池 好像一个池塘 我们就养鸭 养猪 养鸡 种菜 那我的家婆也是很勤劳 就种那些什么 马铃薯啊 种这些 小朋友跟着做 也蛮快乐的 整家人好像一个大家庭 这样子 那个时候有 我们找不到厨子的时候 我们就是 我二嫂 我们自己一起煮啊 一家人同心协力 给孤儿一个温暖的家 虽然财政经常出现困难 但是每次都见到神机 有一次 他们的米吃完了 那我们祷告啦 就是没有米怎么办 孩子这么多 家人也这么多 那就祷告了 我就跑到楼上去祷告 祷告以后 圣经神的话 一直一直从我的脑海里面出现 神是孤儿寡妇的上帝 刚祷告不久 外面来一辆车 滴滴 就按那个喇叭了 想不到当时就一个人 开了一个很好的 S1转车 对我们来说 当时是很特别的车 他就进来了 进来就说 你们开孤儿院 我们要送你们两大包米 两大袋啊 莫朗很高兴喔 就说 好 那你要送我们米 我们去带去拖了 神就是那么奇妙 从祂那个地方 莫顾来曼德雷是一天 从曼德雷又到我们这边 又是一天 两天的车程之前 神就预备得好好给我们 从这个经历里面 我就觉得 就更肯定我们 这个工作是神要我们做的 以自己的家开办孤儿院 收容的孤儿始终有限 所以扎牧师决定开办孤儿院 而在筹建过程中 神机又再次出现 来到现在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开始要准备进嘛 准备进我们也没有勤了 进了 进了第七 在做房子的时候 一天晚上 一个小的车子 那个坐着四个人的小车 开进来一辆 这是你们的东西 熏下来带东西来 诶 什么人寄来的东西啊 不知道啊 你们说啊 他车子驾走了 我们打开一看 原来是一带米币 你知道吗 五十万米定请 当时呢 米定请五十万很值勤啊 我们那个 我们进了第一栋的那个房子 亏气全部就搞定了 孤儿院终于在1994年正式建成 实现了扎木师师母的梦想 经过他们的艰苦经营 事工有长足发展 因为在整个米定 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所以很多的同工呢 就跟我一起认同 他们自己跟我有这样一个 看经有这样一个需要嘛 那他们就也就 我们一起活着呢 就在不同的地区就开了孤儿院 所以我们现在在米定 你知道吧 一共开了十四斤孤儿院 在扎木师所带领的十四间孤儿院里面 总共有八百名的受住者 要养育他们成才一点都不容易 他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层次的难度 七八岁的这个时候呢 他会偷偷小东西啊 他会比较皮一点啊这样 那到十三四岁呢 他就反抗来了 他就反抗不理你啊 不惨你啊 然后到十六七岁呢 这里的文化不紧 他就会喜欢异性啊 最大的条件和压力就是 他们跑出去做坏事 那些也是很多 一群一群流浪的一些孩子嘛 所以我们就很怕 跟他们在外面带来一些麻烦 那现在透过每一次的服侍和 带领他们灵修读经祷告之外 也曾一直在带领当中 没有那个 那么我们想象当中的可怕 临到我们老师 或者是孩子们的身上 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查牧师有时候还跟小朋友在一起 他都会讲说 会读书不急会做事 会做事不急会做人 会做人不急有上帝 他还常常讲这些话跟小朋友 然后呢做做做做 他又会讲说 我又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两天可以做完的事情 一天就把它做完 两天可以 一天可以吃完的东西 你把它两天来吃 你的一生就用不完了 他就教导这些小朋友 我觉得就是我们 好像我们做 他们都叫我们大爹大妈 那我们就会跟着他们一起这样生活 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那个父母般的那种爱 是我从来不会感受到 叫说我是一个孤儿 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 这样的一个孤儿 我从来没有感受得到这样 反而觉得我觉得 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很自豪 因为我们有一个关心爱我们的树林的爸爸妈妈 这几年里面这些孩子在这里长大了 有的都大学了 有的回来了 有的有的已经做传道人 有的做老师 你看到他和他们的关系 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的爱心去照顾这些孩子 就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 孩子也把他们当做是大爹大妈这样的看 除了孤儿院的工作之外 扎牧师师母会在百忙之中去到偏远的乡村 向少数民族分享福音 在宣教突破神的福音这一方面 就是说带一些同工亲自的去宣教 像比如说德岸族 哇很落后很乡下很高 那个地方最起码现在也信族 还有我们这边免族有一次水灾 我们也去去经历了一个月去栽培出信徒 就是他们的生命影响了我的小的生命 由1991年起扎牧师就开始为缅甸贫苦无一的儿童 努力缔造一个家 能够十年如一日地付出爱心 是因为他找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目标 我再能够多收些这些有生命的孩子 让他们有成长 让他们有读书的机会 让他们生命改变 那这是我的目标 这是我生命的目标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 我觉得越活得越有棺材 越活得越有意义 虽然也既老了 但是还是很有活力 那就是说 我常常跟同工们讲一句话 我说我们中国人讲说 喜阳五性好 可是禁缓昏 是不是 你把这个话 中国的这句话倒过来 你就会更觉得 它的有价值的地方 是不是 虽然禁缓昏可是喜阳还是五性好 现在就是剩多少个时间 还是给上帝用多少时间 当然还是好 是不是 心里重申祝福这片地 你我也会过费 心里重申祝福这片地 你我也会过费 他经历过战乱危险 年少丧父 又为了供养家人 要投身玉食生意 被迫放弃生学的理想 但是奇妙的是 这一切都为扎姆斯 日后创办孤儿院做准备 在扎姆斯做生意的期间 他遇到同心同情的师母 又坚定了他为神工作的心智 也赚取到足够金钱 开始照顾孤儿的工作 神的计划往往出人意料 今天扎姆斯侠下的孤儿院有十四间 有八百名孤儿叫他做大爹 这一位超凡爸爸 能够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事 是因为他的人生路 得到大能的耶稣基督赐福和引领 耶稣基督介入了扎天儒的生命 他同样能够介入你的生命 让你的人生路不再一样 如果你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教信仰 请你现在就指点恩与生命热线 或者登入恩与之声的网页 谢谢跟我们联络 愿神赐福你 愿神赐福你 不怕死是真生命标记 留下可可可又一出好戏 明白爱是完全社稷 自始终心意志身拒舍弃 为了海道的他父同将留你 宁内决以拼法基督向起 愿紧靠主的力量 奋力为爱而非 各地华人经历耶稣基督带来生命改变的真实故事 透过全球电视和电台广播网络 还有电脑互联网广传福音 也以生命关顾电话热线 帮助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事工很需要你经济上的支持 就让我们继续为福音齐心协力